大马歌手黄明志与李嘉威首次同台飙高音。 同样来自大马的鬼台歌手黄明志与李嘉威金,11日,一同参加MTV玉达校园会课室,出亲自面对学生外,并接受主持人吴建恒及Apple的访问。 两人更首度在公开唱和同台飙唱一起飙高音,他们音域之高,让同学们听了目瞪口呆。 黄明志笑说,跟李嘉威合唱感觉他好有运动员精神,连排练都一定要唱到最完美为止。 而即将推出新版曲的李嘉威新曲会搭配电影宣传,之后还会举办一场演唱会,他表示这次校园与黄明志同台,是想挑战一下两人飙高音极限。 黄明志向来在造型上都很大胆突出,这次新专辑的造型让他戴上星星眼镜,完全看不到眼睛。 网路出道的他至今已在歌坛11年,黄明志给大家的印象就是搞怪和有创意。 而这次进校园宣传,就聊到以前当学生时的点点滴滴,他表示以前读书时常搞舞台剧与活动,可能主题太偏。 常进讯导处被校方召见,李嘉威一听就笑说,那你在学校一定会讨厌我,因为我就是乖乖的纠察队,专门叮你这种学生。 以前在学校连衣服没在好的学生都会得盯上,李嘉威就会用眼神告诉他们衣服要穿好,黄明志听后笑回,看得出来是这样的人,在学校就是抓牌仔。 黄明志表示读书时有争议性,其实也不是因为抽烟或是打架,他还特别强调当学生时非常忙,都没把妹,都会好羡慕同学。 被问原因,原来是黄明志杂事太多没时间,装可怜说,心酸呀。 所以这次旅达校园活动一开场他就搞笑的说,听说你们学校正妹好多黄志明自己不是坏学生,只是做的事情比较争议性,就像他没首MV,很有创意但争议性就很大。 之前一首MV因为涉及宗教,还让他在大马一度被关起来,他笑说被关起来时就每天看天花板,心中都会问自己说,我只是在创作没有恶意。 他还补一句说马喜欢待在台湾的, 因为怎样做都没事,让现场引来一阵笑声。